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国自70年代挖起以来 就一直成为世界乒乓坛的一哥 增加比赛数目的确令球员的技术可以提升 球会亦成功申请主办一年一度 亚省六大比赛之一的卡加利公开赛 不用那么大力 势力都要 不努力 好 教练的是前中国国手苏国熙 他解释中国人垄断冰球坛的原因 因为如果是中国的训练就比较正规的 很认真的 不是说你是喜爱不喜爱 你要为了技术提高而训练 其实加拿大的情况就是不在 和我打球的是波兰裔的Jerry 他认为这一项运动不受天气影响 装备的开支又不高 而且是全新运动 在亚省有约1200名注册球手 大约三分一定期参加计分赛 Kim认为政府的配套未能配合发展 卡加利公开赛在这个周末 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有来自亚省 卑斯省和沙省 破纪录的180多名球手国族 Omni News记者 黄慧聪在卡加利报道